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然后每一两年虽然他们觉得也没有什么可再聊的 但是我们还会绑架他们到节目当中 为什么要绑架他呢 是因为我们想他了 对 但好久没有看到他 而这次呢我们是把他从医院绑架过 医院嘛 给他刚刚出院 那今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心目中敬爱的李奇老师 欢迎 谢谢 欢迎李奇老师 您是刚从医院出来就 对我这个腿啊 戴绝 大家年龄都差不多你看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李奇老师拿鞭子冲他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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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您站起来 刚从刚才有这个这条腿这条腿习关节有陈旧伤 这条腿今年前些日子住了四十多天 哇哦 长了一个肝火呀 公毒 单独有一种病知道吗 知道 知道那呀疼啊 他巨痛无比而且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他就是一样就这样就这样疼 哎呀 他当时吃什么药也不管用 肿到什么程度 肿得跟大腿一般从 哎呀 那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打了好多大了泡啊 哎呀 再加上糖尿病伤口又 又不太好长 所以这个就就就很麻烦 那我们先用掌声来恭喜一下李奇老师好不好 哎哎哎 刚才我们说绑架就是因为我们想你了 我也想你啊 他呢 假เด 这都什么人呢 欢迎李奇老师 请坐 演员李奇对于吃喝玩乐她自有一套 都得了糖尿病了 还 不在乎 还吃还喝 我刚刚学会吃绿颜色蔬菜 那你最爱吃肉 我今年60岁 用了60年的时间 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剪成那样也得60年 循循渐进嘛 享受在消费当中 已经花了的钱 属于你自己 你没花的可不一定是你属于的 作为演艺圈的全才 李奇经历太刺激 看这吧 都是当年演出的 那马哗为这个体育馆 正跑着地脚光啪 通通那一瞬间是 就等于是休克的 拽得有点过火了 这个球阶膜摔裂了 大雪葡萄样在这掉 女儿长大成人 虽没有血缘关系 却收获父女情深 你连女儿都动手打 不会别的网开一面 不会 她就站在那就这样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没有 管用我记住了吧 再也不管 记住个屁 好 本来没有 是慢单化妆品 国约播出 是慢单机 一组是植物养服 第一品牌 国约播音 那李奇老师 是第三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了 第一次是带着 全家人一起来的嘛 第二次是 剧组 拿一大鞭子我记得 对对对对 那鞭子还抽到我脸上了 谁什么抽 我怎么那么笨 没有的事情 对对抽到眼睛上 抽成双眼皮了 加温下李奇老师 就是您在那个医院四十天 您待得住吗 那个你下不了地 这个脚着不了地 你想要在床上躺着 你可能舒服 对 你耗静 你躺着可能舒服 而且你瘦 你没有很大的负担 对 我胖 我躺在那个地方啊 再加上腿疼 翻个身都很困难 一个角度 一个动作 这个腿把这个床摇起来 还要放个箱子 箱子上还要放个枕头 我这条腿躺得几乎是九十度 把那个血朝下空 才能减轻一点点疼痛 那你那个有喊出来吗 没有 最后我实在说 我说我哼哼两声 能不能不要以为我是装的 因为这个这么大个大老爷们 你得哼哼 实在是有时候 你是哼歌 还是哼那个陕西的那个 不是 就是吸一口气 李健 人家都这样了 你觉得很幸天游吧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似乎能减轻一点疼痛 其实减轻不了 但是你这个会躁吗 会跟旁边人发脾气吗 不发 你再骂谁 你这个疼还是你自己的 你再骂人 你也不可能把这个疼痛 按到别人身上 翻不动身的时候 自己就骂人 骂娘 完了就 旁边人也不知道怎么下手 完了就看着我一个人 像一个熟睡的老猪一样 完了以后再来 翻身 没有办法 它是怎么引起的呀 就是这么多年 怎么引起的 您那是挺好的吗 身体 两个字 吃喝 都得了糖尿病了 还不在乎 还吃 还喝 这个就 肝火就 重嘛 肝火重 不能改 不是 吃药啊 吃药啊 控制它呀 同时你还要吃东西 为什么我得了糖尿病 我不瘦呢 有些人得了糖尿病 就激动销售 对对对 那你都控制了 这也不吃 那也不吃 你连营养都没有了 你连吸收营养的功能 都不具备了 那个力量都不具备了 你拿什么吸收药啊 药是不是也白吃 这算歪理吧 怎么是歪理呢 就歪理啊 不对 不想让自己瘦一点吗 哎呀 一个人啊 我就要科学的 看这个问题 一个人从瘦到胖 我今年60岁 用了60年的时间 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好 我们现在听信那些什么 说要减 要通过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半年 把它减了 60年跟半年比 正常吗 不正常 对 吃成这样 60年 减成那样 也得60年 徐徐渐进嘛 所以我先对年轻的女 尤其是你们小姑娘 别减肥 自然生长 我跟大家说啊 千万别听李奇老师这么说啊 我看过李奇老师年轻时候的照片 比黄德逊还帅 这 这不是年轻时候 这谁啊 这是我 这是我 这是我刚刚放纵自己 我看过您在那个当时在西安时候的照片 非常帅 是 那你都 那二十多岁 但是你也想 你看那个陈道明老师 年轻又帅 你看他保持那个 到现在还很帅 那他不喝酒 不吃肉 起码是 少吃一点点肉 多是吃 吃菜 你呢 我不 我刚刚学会吃绿颜色蔬菜 那你最爱吃肉 吃肉啊 好吃吗 好磨 肉我不好吃肉好吃吗 听听 是不是你特爱吃 您是陕西人是吧 又是面食 然后 在我们西北啊 你从这个中国的这个菜系里边 咱这个 密地老师 能省一点吗 食不长的加个碎粉用 在过程当中 我找不着调 带军可以 我不行 谢谢 老师和什么调都行 那这期不结账了 看我语句不通 或者语句 有这个段落的时候 哺哺哺哺来一声 这好子紧着 跟着他那边 出汗了 在我们西北啊 陕西没有菜系 所以吃法都很简单 吃法都很简单 我们陕西说 在你家吃啥 羊肉 我想听陕西话 我跟他说 好 兄弟 今儿很难 我再挨 来弄一下 可以 吃菜 吃菜 羊肉 走 没有中 何男人 何男人 我说羊肉 你就是回答 堆 堆 把那个东西堆起来的堆 堆 陕西话的堆 堆 对 绝对标准的陕西话 你看陕西话很文化很文雅 那上海话才文雅呢 你刚才那句话说完了 我回答你 吃羊肉吗 兄弟 今天晚上到我家里吃饭 好啊呀 好啊呀 吃什么呢 吃羊肉好吗 吃什么呢 养成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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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累 来说 有这个吧 有这个吧 对对对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一说话 他就显得特渺小 对 你就显得特宏大 那种感觉 特弱 就感觉 你们俩还没动手呢 我就觉得他肯定失败了 瞎说 我去东方电视台 人家那地方 人家东方电视台很热情 说李奇老师 北方人 我怕一个人陪着他吃饭 怕一个人陪着我吃饭 我说 哎呦 我说 来 来 给我们上四个小菜 四个小菜 可能在那标准 招待客人的标准 四个小菜 我一听 完了 完了 这肯定是 吃不饱 你忍着吃吧就 吃饱也得说饱 吃不饱也得说 这个饱 坏了 第一个 第一个菜 这么大一个盘子 在上海很少见的 这么大一个盘子 这个盘子是四个盘子 那个连底的 四个窝 拼盘 一个拼盘 这么大个 完了又上了一个 你们上海叫方肉 底下垫的青菜鸡毛菜 对对对 这么大一块 完全不是四个人的 可以吃掉的量 完了 仍然是这么大盘子 面筋腮肉 那好吃 仍然是这么大一个 大脖子 里边满满的 大个的菜馄饨 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们领导有安排 照待北方的客人 就要这样上菜 菜肉馄饨 我跟你说 李静 你最多吃四个 他能吃俩就差不多了 大个真结实 就是陪我吃饭的这个人 上海人 您是连普通话 真的都讲不好 瘦瘦小小的 一个照明师 把我放倒了 喝酒 看是谁光辉 谁伟岸 喝酒 你是多大的量 我怎么 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 怎么也要 两瓶吧 两斤白酒 你能喝两斤白酒 要不然在这儿到老了 他才有两斤同呢 哪个朋友跟我说 说您把那个 猜酒令唱出来 您那猜酒令 给我们来一段 一般都是什么 喝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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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椅子没有高声啊 双枪带花铃 三星高照 四季嘛 到五更啊 六顺那个风啊 七个翘翘把皮嘛 刀瓜酒连等啊 十圈才美 就上前输赢啊 输了我一口吞啊 吞得我两眼红啊 耳听的小楼上 不敲一更 哇 哇 哇 哎 就是你们生活中 真的会这样 你就唱啊 对啊 这现在是 因为我跟键盘老师 这个配合 不是很默契 这个唱得很快的 你怎么要高声啊 双枪带花铃 三星高照 四季到五 它就有那个动争 有个节奏感 它有动争啊 因为这个 你知道 这还没到划船呢 这只是前面 那个梦 所以为什么 在西北 很少有人喝醉 就是喝醉了 他也可以挣扎 强壮地走回家 到家才睡 就是因为在唱 唱是把这 翻出去了 对 你看我的汉 您这次住院没喝酒吧 这还敢喝吗 这喝酒还酒 现在都不敢喝 现在就是一喝酒 马上容易复发 一复发比第一次还重 禅吗 当然禅 那那个打针的时候 给你擦酒精棉的时候 会不会微微 再见 现在 现在这个消毒 已经不擦酒精了 对 它叫一种什么 蝶蝠 蝶蝠 对 就是一次性的 给你消 已经没有酒精了 您怎么知道 那么多东西啊 小到绣花针 大到原子弹 它特别可怕 我没读过书 我这个语言逻辑 也相当差 您刚才那句 现在是网络上 特别流行的话 什么呀 我没读过书 你们不要骗我 真的吗 这不是网络上流行 这是金武门里 李小龙 经典台词 对对对 我少读书 你不要骗我 李奇老师 你不是说 你没有读过大学吗 这些知识从哪里来 小报 杂志 反正在厕所学习吗 这样容易便秘 不 我跟你说 毛子好 全踢住了 有一次我上中央台一个节目 就七天乐 你知道吗 听我碰到李奇老师 我说你今天表演什么节目 钢琴就弹唱 我说你会弹钢琴啊 我不会弹 他就上去就自己这么弹 而且他能 那是鲜虚的肯定会弹 不是 他弹得特别好 没学过 特别 特别弹不上 我是什么呢 就是 我弹钢琴能听不能看 人家弹钢都这样弹吧 我弹钢这样 少两个手指头 而且还唱 八指 特别好弹的 什么歌啊 你还记得吗 四季歌嘛 就是这些知识啊 或许啊 现在还有这习惯吗 大家说起来吧 好像有很多朋友都说 这李奇这家伙 天天都在学习 不是我天天都在学习 而是我天天都在好奇 李奇 好奇 对啊 天天都好奇 就人哪 人活一辈子 年轻朋友们 什么时候 你的好奇心没有了 你就老了 真是 什么时候 你的好奇心没有了 你就不会上进了 什么时候 你的好奇心没有了 您就歇菜了 你们有吗 作为演艺生的全才 李奇经历 太刺激 看这吧 哎呀 看这吧 哎呦 都是当年 这么长的 那马 围着这个体育馆 正跑着地脚光 啪 什么样 通通的一个瞬间 是 剁片 就等于是修盖的 拽的 有点 有点过火了 这个 球阶膜摔裂了 大雪葡萄 样子 掉 女儿长大成人 虽没有血缘关系 却收获 妇女情深 你连女儿就 动手打 不会 别的网开一面 不会 她就站着 博术团呀 还有什么 杂技团呀 觉得您特别 像个江湖人 就是江湖人 咱们大家都在江湖中 你看你现在 这个姿势很江湖 江湖人 黄背后 李奇经姐姐 是不是很江湖啊 听听 比如说您来过一次 您讲的什么 我都记得住 她每次听 都跟听新的一样 因为我脑子不好 就是当时跑 你考我 她脑子特好 她当时跑北京来的时候 是哪个剧团 招她来的 是吗 有剧团 有 你先别说 昆曲 不是 金剧团 不是 马戏团 真的 为什么会 北京有马戏团吗 中国马戏团 好大的团 中国马戏团 沙宝亮就那的吧 对啊 对对对 沙宝 顶弹子 在你们歌唱界 是获得过 杂技世界 蒙特卡洛金脚枣的 对 它是世界最高 沙宝亮 您在杂技团干嘛呀 马树 鞭子 所以就在那时候 膝盖受的伤 早都有伤 在那的时候 从马上掉下来以后 撞击太烈 还有 从陈就属于陈就伤复发 这个戏不是一般的 像你们想象 是在剧场里 是在体育馆里 大家都在体育馆上边 底下全部被制作成一个兵马俑坑 我们这些人全都是兵马俑 音乐一响 咋都站到那个地方 不动 马都被训练了 一动不动 我们拿着刀 一把刀只能用两场 两场用完 你再看那把刀就成锯了 真砍了 然后呢 真砍 你这样一步 一次尊驾移一下 看这 看这八 哎呀 看这八 都是当年砍 这么长的 都是当年砍了 一飞过来 像巨一样 并飞它多快 就是它被砍 豁了的那个地方 然后一划 一大口 说个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伤 就是那个 地下为了好看 地下打着地角光 改的时候 舞台设计师 人家改的时候呢 没有给我们马俑赖之间 那马 围着这个体育馆 正跑着地角光 啪 所有的马 咔 站住 出来是一个光柱 马看着那个玩意 就是张爱 以为是个栏干了 以为是个东西 就突然站出来 28个人全部落下 飞出去 非常整齐 非常整齐 同一时间 同时间 观众没有笑 观众以为是设计 好啊 这么整齐 28个人全掉下来了 太惊吓了 那你受伤了吗 就那一下 拽得 有点过火了 球筋膜衰裂了 我当时印象说是 把眼球好像都摔出来了 对啊 球筋膜衰裂了以后 兜着眼珠子 外边有一层膜 这个膜衰裂了以后 眼珠子就要往处掉 可是同时呢 你一破裂 它不是要冲雪吗 一冲雪就肿胀 这层膜就肿胀 又被眼珠子给兜住了 一大雪葡萄 一样在这儿掉 两个星期就说 就你把人命运的那时候 就想问不到危险远去 对啊 还有那天 我不是一耗子 从爹爬出来 那马突然一站住 我一下起来以后 等我缓过时来的时候 我牵着马在底下站着 真的吗 发生什么事 自己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吗 空中那一瞬间 就等于是休克的 这样回到家以后 太太怎么说 晚上来 看着我好好来的 回去时候 领了个血包回去的 她也很习惯 就是几乎每天 都有人受伤 我觉得李奇老师 不管刚才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腿病怎么样 她这么传奇一个人 能健健康康的 我们还是要鼓掌 对吧 这个要多一般的人 估计小面都没了 我突然发现 李奇老师有变化 因为以前出来 都是带一大毛巾 是啊 你们组不给我预备啊 他那毛巾谱 你自己预备的吗 哪谁说的 每到一个组 都是组里边 给我预备一条毛巾谱 我导演太不到位了 对啊 给你们超级访问 是超级扣门啊 咱们把这个都在那个 我怎么觉得这句话 这有准备的 这句话应该放在 今年央视小品里 作为流行语 对吧 谢谢 谢谢超级访问 这是在哪个 在哪个足底呢 大家看一段视频 高兴高兴 因为那个 其实李老师 这个腿病已经时间很长了 我们大家最熟悉的 在央视的那一段 他其实是带着病 上场的 而且带着一群胖子 对 对 哎呀呀 哎呀一哩 哎呀一哩 好怕流流的山上 一朵流流的云游 光滑流流的朝代 看顶流流的长久 一朵流流的云游 看顶流流的长久 看顶流流的云游 看顶流流的云游 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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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顶流流的云游 那时候我多胖 那时候是我最胖的 那时候258斤 那叫千斤组合 千斤组合 每个人都200多斤 每个人都在200斤以上 你是为了凑那1000斤才涨 我不是凑了 每个人都在200多斤 只有影像节 一个人不够200斤 190多斤 那记者还采访的时候 还说 那你不够200斤 那你怎么也参加到这个里面 当时比影像节还问的 还给掖住了 结果旁边刘金山 我们每个人都抄了 都是哥们 一人匀给他点 当时您那个 那个就是这条腿 那个时候腿也已经有问题了 对这个节目的鼓励的掌声 和大家的欢呼声 远不如我们几个人下台的时候 那个欢呼声 那是大家的 爆炸的喊声当中 朱金才上的台 是他们四人把我抬下去的 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 但是你那个时候 演员这个 上台就是装 对 要跟观众说 谁抠了 哪个王八蛋才病了 对 嘚瑟 嘚瑟 好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职业 为了保持青春 保持这个 这个活力 保持状态 保持住自己有这个位置 没钱 挺不好 谁说我有病 像我这样的能在电视台 能在咱们节目里边说 我有病啊 我有病啊 我就就这么跟人说 所有导演不相信 没事他没事 好 去那儿以后果然没事 跑 正上跑 听 一条塞的 再来一条 接着跑 跑完 又塞的 跑完了 帮摔倒 家里人会跟你说吗 别这样 别再玩命了 是大家都在跟我说 别再玩命了 那一家子那么多人 张嘴吃饭呢 房贷要还呢 您不要把自己说的 跟新人一样 不是 贷款 贷款是新人 贷款是个时髦的事啊 嗯 敢贷款 你才敢 才有呢 才有动力去劳动嘛 那你没存款吗 你不劳动你还不上 不给你没收了银行 不要是你光贷款存款呢 啊 存款呢 我是一个不存钱的人 哎呀 不是你存钱干嘛呀 存钱干嘛 有危机 赶快你享受 这个电视机出来了 画一个可以看立体的戴眼镜 可以挂墙上那么薄的 可以 你画 你享受在消费当中 你知道吗 人这一辈子有两样半属于自己 什么 除了这两样半以外都不属于自己 一个健康 还有一个是 好学问属于自己 对 对对 知识是装在你肚子里 知识 对 身体和学问是装在肚子里 还有那半样谁知道是什么 家庭 已经花了的钱属于你自己 干嘛说已经花了的 没花了 你享受了 没你没花的可不一定是你自己的 哦对对对对对 我回去全给他花了 对吧 那你没花怎么属于你自己呢 嘎啥替车撞死了 戴真 我帮你花 那钱是谁的 我帮你花 连老婆孩子都未必属于你的 对不对 那今天其实李琪老师的女儿也来到了现场 看看在女儿眼中 这个老爸又是什么样的人啊 我们来有请女儿出场 欢迎娘娘 娘娘 来这边 等久了是吧 来来来 坐在老爸旁边 今年三月在某卫视播出的新二代才艺展示真人秀节目中 年纪六旬的李琪为女儿高压助阵又唱又跳 节目现场李琪还透露了一件从未对外公布过的秘密 女儿高压并为她的亲生女儿 这孩子跟我没有学生关系 她是我领养 我怎么觉得鸦鸦看起来比她的年龄还要小好几岁 感觉是大学生似的还没毕业呢 没有24周岁了 不像啊 她对你严厉吗 严厉 不严厉 不严厉 没有没有没有 不严厉 现在不严厉 小钱啊 那个时候你小嘛 小丫头当然要严厉 养活女孩子 就是说是穷 穷儿 穷儿要富养女 男孩要穷养 对 没有我都是穷养 全是穷养 昆棒的也出孝子的原则 谁也躲不过 真的 你连女儿都动手打 不会 网开一面 不会 真的 主要是我小时候挺陶的 看出来的 所以我就经常 为什么 因为你在师徒的装作很书女 还好 就是小时候可能 因为什么事情打了最狠 我活生生的找不着了 这院里边他跟他玩的小朋友 他哥哥的小朋友 我 他妈 奶奶 全部 这边到美术馆 那边到兰岛 就整个的一个区域找遍了 他那时候人又小 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可能谁那么一错过 就把你的眼视线给搞乱 找不着 他哥下去回去顺着冰箱去 坐地下来走 困了 不什么困的 吓了 真是吓了 真是吓了 真是吓坏了 真是吓坏了 说没办法 那也得 要不咱就报判 判所有规定 是这个失踪不到 不到多少小时 人家不给你立案 对 那就咱就接着找 一直把这个时间找上 结果大家出去 往右手是外交部 往这边一走一看 带了黑色的毛线包子 这边他妈妈给织了两个辫子 甩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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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东四方向回来了 啊 哎呀 你认识的吗 然后就是一顿暴打 一顿暴废 哎 管用我记住了吧 再也不敢 记住个屁 哈哈哈 他那个时候就是害怕什么呢 就是害怕我揍 啊 所以呢 这就是 时间很密集 但是在这个 你比方说出去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赶紧我会跑 回来以后到家里打一码 你看没什么就跟他蹭 又走 他就是怕找不着人 他怕家里着急 他怕挨揍 就是很密集 这个节奏很密集 你说大比别的孩子要累成什么 你知道吗 现在大了吗 越来越懂事了 现在怎么看 父女的这个情感呢 我觉得我们俩感情一直 还比较稳定 来我们来心灵辅导 一直比较稳定 原来是怎么样 现在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觉得跟 就是跟普通孩子都差不多 小时候就是不听话就挨打 然后慢慢的 在我叛逆期的时候 就是懂得跟他反抗了 然后那个时候 就让他伤心的比较多吧 他的反抗很吓人 我跟你们说 他反抗很吓人 我批起来 一批评他 他就站在那儿就这样 有功夫的 真的 你问他 听见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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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奇老师 这哥在一般家里面的爹妈得吓哭了 我跟你说 您刚才那表情一点都不吓人 感觉特别蒙 你知道吗 他那个叛逆期吧 他那个叛逆期吧 是不跟你说话 不跟你说话 问什么 问不出来 那是大的主意症 就这样 你小丫头 我一气直向 得给他助校 我说助校 助校 助校也不行 突然有一天 这样 我想当兵 都是那个女子特警队 那个电影给闹了 是吗 是受那个吗 跟那个有关系 还有就是小时候 逼着我学跳舞 我小时候让他练舞蹈 因为他这个身板 去女孩子练个毯子工 能翻几年 多苦啊 反正就是什么苦 让我学什么 谁不苦啊 他吃那点苦 在我小时候看来 那叫苦嘛 那这个年代不一样 你看 现在这个人嘛 现在比年轻人 年代不一样了 年代不一样了咋的 女儿要富养 谁说 我们就不缺吃 不缺穿 什么都不缺 就是富养了 不对啊 同意了吗 他要当兵 你同意了 当兵了 他当了什么兵种 特种兵 真的假的 他就是 你真的是 这是奇葩 我跟你说 你真的是这个奇葩 更苦 我跟你讲 特种兵更苦 他第一站 他第一站 就在四川的女子特警队 就是电视剧女子特警队的原型 真的 就在那 那个原型 那个女子特警队 那个女特警 那个原型 雷敏就是他的师傅 去了没多长时间 两三个月吧 哎呀班长踢我 谁说的 快活该 作体队肯定是 这种训练 拿了俩老兵 拿了俩老兵 拴上背包绳 背包绳一拴 突然他跑 这地下拽 就跑不动 在地下拖 拖 就愣一定要在 这个规定时间到中年 那你不能因为你是新兵 你拉班里的后腿 哎呀不管哪个 拖着你到哪 最后优秀士兵 优秀士兵 优秀士兵 我跟他说嘛 我说第一年 你如果能拿上优秀士兵的话 全家 全家到成都 给你过年 去了吗 去了 优秀士兵拿过来 我们全家去过年 拿三楼车 门口卖包 拿三楼车 满满堆了两部车 那个李花 我亲自到人那 联欢晚会 春节联欢晚会 中央央视春晚 没参加 到那参加联队春晚 对了 很大肆 很好 对你 完了人家联队招 招待我们 烤羊 假的够火 烤羊 最后一个人 整个人一居吃 一人就分成大一居 你吃了吗 没有多让我吃的 两只羊 不够人太多 二百多人 一人可不就一人 羊多肉少 大家都是羊多 不够高兴 完了以后第二天 大年初一 领导放他半天假 大年初一 早上 我家里来 该在一块吃一顿饭 中午归队 这鸭鸭 我觉得对你来讲 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好事啊 是好事啊 断练 现在男孩子如果想跟你打 就像戴军这个 能打的话 他能打我三个 不是这个打不过 肯定打不过 我下不去手 不是下不去手 不是下不去手 长得难看点能下不去手 不是 你得知道他们 这个兵种 我也是当兵的嘛 如果说执行任务 戴军 戴军 一 要抓活的 二 不要伤及无辜 OK OK 上 一秒钟 就秦拿 对 不叫秦拿 哪顾上秦拿呀 一招致敌 啪一下 让你丧失反抗能力 真的可以吗 别在节目里讲了 不告诉 别在节目里讲 小孩学话 完了我告诉你 你能弄戴军 我订阅你 咱俩下去 我偷偷告诉你 咱俩加个微信 我特别希望 我周围有点人能保护我 那你对亚压 那个个人问题 会有要求吗 我要求就是 该嫁了吧 我这就是 只有这么一点 但你要求太高 我以前问过你 这不成那不成的 没有 小白脸不成 你说了小白脸不成 我说 我说尽量别找小白脸 中国有句老话 叫小白脸不长好心眼 我问过你爸以前 其实事挺多 你爸事多吗 他是 其实事很多 但是他表面上 假装无所谓 他不喜欢什么 现在没了 现在随着他年龄不断的 一天一天一天 我这就 赶紧哪 您知道 跟他妈商量 我说你也问问哪 我说我没长好 我一问吧 嗓门也不对 语速又快 一问就容易 一问活了 我说你也问问哪 我打问哪 你们家都挺厉害的 听起来 对对对 我跟你说 真的我们老两口 挺可怜的 就是都到这岁数了 家里早都该 天人进口了 对不对 你说这两口子 到这会儿看着你 哪还相如以沫 看 没有什么 已经在一起生活 形成了一种 习惯的那种默契 所以要孙子了 完全得啥 你别要孙子 你先来个女婿 来个媳妇 家里的天人 一天人一进口 是不是这俩老的 就剪骨头 来了 咱得问问 我说你问问 吃啥 我说我问问 你们吃啥 咱们这不是就 都有新鲜事 这个家里才新鲜 家庭才新鲜 什么叫保鲜 保鲜就是不停的 天人进口 等这一个阶段 保鲜是这个意思 媳妇 媳妇来时间长了 一年两年了 有点疲惫了 来个孩子 媳妇 离婚我都不管 孙子给我就 全说大实话 是啊 他们这个 你一说吧 哎呀 完了 哎呀 再问哎呀 这变一队 我说 我谈着 谈着这什么进度了 你家来呀 是不是我们 我不要看看 咱给人做顿饭吃 行不行 他是怕你也吓着了 他再吓着 是孩子对老人的那种惧怕 又不是我这个 这个什么 要吃人啊 咬人啊 就是谁在 我现在到我这个岁数了 我要是回到西安 见到我的 发小的老朋友 所以说 在家坐坐去 到门口我还是要背去 你妈在家吗 你妈在家吗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混蛋 我们小时候坏 大话 你到谁家去都怕妈 不到大家广泛关注之后 鸭鸭原本平静的生活 也遭遇到了 从未有过的困扰 之前看你们上节目嘛 你们也谈到了 其实鸭是养女 对不对 然后但是 这个你们 感情又特别的好 但是就是那个 上次你们说完以后 有没有给你们带来困扰呢 到处的打电话 有电话打到他那去 电话全都打到我 打电话干嘛 要做节目 对各种的节目 什么杂志啊 什么的 居然还有杂志采访 还要拍杂志封面 还有公司来签他 你这着急不着急 那我想了解一下 鸭鸭上完那个节目以后 有没有遭遇过 这些奇怪的事 或者求爱 或者奇怪的人 有吗 有奇怪的人 这个事我都没跟我爸说 有一个人骚扰了我两个月 他连你都敢骚扰 不知道你是特种病 真是 就是我就觉得他不想活了 他比你口气大多了 然后他怎么的都干嘛了 就是各种打电话 给我的店里打 给我的手机号打 然后甚至给我的朋友打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 然后他给我发那个 就是写信 写信里面放着 他在我们店门口 拍的照片 都给我放进去 而且天天就是 我都不敢出门那段时间 我都要躲到别的地方住 就不能在我们店里面待着 因为我就害怕他炸 有看到他长什么样吗 我慢慢给你讲 然后他就是拿那个信里面 就说的是什么 他家破人亡 说什么求求我帮帮他 因为那个节目把我给曝光了 就是电话呀 电纸全都给曝光了 就让我通过我 然后找我爸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起初我还觉得 可能是真的是有什么事情 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我还 就是我也欠 就给他打电话问过 结果他就开始了 一天五六十个电话给我打 然后我就给他约出来了 然后那天约出来 是因为什么 他说他在我们家门口 就是我爸爸住的那个 房山那边 他说他在那个小区门口 他说如果我现在 再不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立马进到小区 就去我们家 然后我就当时 突然间有一种正义感出来 我就觉得为了保护我爸 然后我就说你出来 然后呢 我爸给约出来 我都把他约到那个中关村 然后跟我一个朋友 我们俩就各种偷拍 然后打电话叫警察 直接给他带走 你没上手 我怎么可能露面 万一 而且他当时提了一块 就是我觉得是砖头 李老师不知道这事是吧 没敢跟他说 还不会是吧 而且他 这种事 他出去处理 他跟他哥我都不担心 对 从智慧上和从技术上 他是有勇有谋啊 对对对 像一般要有这么两下 肯定上去了 对吧 这个时候你逃不到理 他现在就知道 比如说戴军是个坏人 但是他没有其他办法 更加证实他的 他的行为 他的行为 你就决定不了的话 你就上手 蛇了怎么办 对 而且我觉得 有的男孩就喜欢压压这样的 对不对 真是 他真的是 谁说的 站起来我瞧瞧 一边就甩过去了 我跟大家说 今天正好是李奇老师的生日 对吧 我们今天煮了一碗长寿面 让李奇老师来吃一口 好不好 来我们有请 谢谢 谢谢 谢谢戴军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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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鸭筷说两句 感谢 就是我觉得 这次我爸生病 我们全家都挺 担心着急的 然后就是希望以后吧 别老那么固执 我们说有些 就是为你好的话 你不要老觉得 我们在害你 就是他哥哥曾经 说了一句话 你逼着我结婚是吧 那你祭酒 你祭酒我马上结婚 对 你戒烟我也结婚 我说那 哎 一个戒烟一个戒酒 人都结婚了 我把烟一戒了 酒也戒了 我就把命继 健康吧 好 再次感谢 十曼丹化妆品特约播出 十曼丹肌肤素食 植物养肤第一品牌 那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 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来加入我们的 微信会员提供部 那最后呢 我们再次祝李奇老师 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 本期超级访问出宫 谢谢